這個按鈕,如果ok的話,你就像這樣啦,其實還蠻蠻簡單的 以後如果所有功能經常重複的,你就可以試試把它錄一下 那如果你工作上有類似這樣的東西啦 你上班如果可以用eSale,你就試試看嘛 反正常用就熟了就會了 那只是說你可能需要把開發留言叫出來,然後錄製去集 多錄的話,其實應該也沒那麼困難吧 那只是說還是蠻強烈建議,你一定要彩排 然後所以,最好是可以把它寫下來啦,步驟123456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把這個步驟怎麼樣 記錄到那個,就是你的程式裡面 像我們剛剛這邊不是有加上123,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一清二楚了 可是你不加其實也沒關係啦 但將來你會忘記說到底你做什麼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再來了解一下Visual Basic一個架構 它的這個環境 可能你們在使用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的時候同學會出現一些狀況 那我剛剛講過,第一個是字太小 工具選項裡面這個撰寫風格 我建議是字把它放大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說你出來應該會長這樣 有沒有,它是浮在上面的 那沒關係,你可以把它放大 就這樣把它牽到裡面去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呢 將來有一個狀況是說 同學可能不小心把這個程式關掉 那關掉之後怎麼辦 跟各位講,以後不管是你自己寫的 或者是說它幫你錄的 它一定會幫你放在哪裡 放在Visual Basic這個喔 這個叫專案這個 專案裡面你只要看到模組 模組底下的話呢,理論上就是放在這個裡面 OK,所以不管是你自己寫的 或者是那個Visual幫你錄製的 反正就在模組 怎麼打開,很簡單嘛 你快點兩下不就打開了 有沒有就有了 OK,那可能會有一種狀況 就是你可能會有Module 1,Module 2,Module 3 一堆Module 如果很多個其實說真的 你可以把它不要拆開來 你可以把它湊在一起 放一個Module 1就可以了 目前是只有一個啦 那將來如果你要自己寫程式的話 你就把它寫在這個下方 然後呢,開頭記得一定是sub 然後它的名稱 尾巴一定是and sub 反正有頭有尾 那這個就是一支程式 你就可以去run它 那可能還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發現之前同學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他可能看到叉叉就覺得手癢 就想要給它點下去 然後看到叉叉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就很緊張 你就把它再關掉一下 想說會不會按一下就恢復了 OK 然後按下去 打開如果正常的話就算了 跟打開還是一樣 然後他就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辦 跟各位講,其實不要緊張 如果將來你不小心關掉 你就要知道說 他到底怎麼把那個畫面叫出來 以後的話呢 它有個規則性 只要是跟畫面有關係的 一定放在哪裡 猜猜看 亂猜也沒關係 應該隨便猜 沒關係,猜錯也沒關係 第一個一定不是嘛 第二個 這個應該比較像吧 對,就這一個 叫檢視 剛剛那個東西在叫什麼名稱 隨便猜也沒關係 猜錯也無所謂啦 這個城市怎麼學會的 亂點就會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小朋友 為什麼沒教他 使用平板手機 你給他,他馬上什麼都會了 還比你更厲害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他亂試嘛 對不對 他只要看到好像有那個邏輯性 所以那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專案總管 這邊應該可以猜出來嘛 OK,哪個比較像 專案總管嘛 所以你點他一下 有沒有看到專案總管出來 那城市怎麼叫出來 這邊不是module 點兩下不就有了 OK,所以大概如果你不小心關掉 沒有關係 關掉無所謂 對,你只要再到檢視裡面 叫專案總管 然後這邊的城市就是 這邊就點兩下 那你說,老師好像還要少一個東西耶 剛剛好像那個左下角 你不要沒印象 這邊好像有一塊東西 對 一般啦,正常如果你都沒動的話 這個左下角是有一個叫做屬性視窗 不過這個屬性視窗 目前沒有也沒關係 你說,老師我還是希望讓他恢復啦 好,讓你恢復好了 你把它點下去 哇,他變這樣,那怎麼辦 你說,插插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我跟各位講 你不一定要把它插插嗎 你把它往下拉比較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啦,這個視窗 請各位慢慢去習慣他 大概有一些功能 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慢慢去調整 那我的使用習慣是 他本來原來是會把整個Excel蓋掉 那我的使用習慣 是盡可能把它稍微縮小 讓它浮動在Excel上方 那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一邊看程式的運作 然後一邊再去看後面的變化 OK,所以你說執行的話 其實執行的方法 除了可以從這邊執行 也可以按按鈕之外 用來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執行 就是直接把游標 放在這個Sub跟Sub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那他就會執行這個清除 那你就按一下這邊 有個叫執行的 那就等同於他按下這個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幫你執行 這在哪裡執行 清楚嘛 有沒有,所以你按下這個 就是執行這一段程式 那如果你把游標放在這個跟這個中間 他就執行這個劇期 有沒有,一樣的道理哦 所以哦,這個地方可能慢慢的習慣一下 也就是說執行的方法很多種 可以從那個劇期那邊執行 可以按按鈕執行 然後可以從這邊 這邊的話主要是跟那個寫VBA程式比較有關係 還有啦,順便教各位最後一個 就是說你說老師這個程式執行太快了 我都還眼睛都還沒 還沒看到細節 他就全部做完了 那可不可以讓他程式放慢一點 不是有三個動作嗎 那我可以把他分三個步驟執行給我看 確實是可以哦 如果假設你要執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有個偵錯 偵錯裡面哦 其實你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哪一個是可以 應該用一行一行幫你執行哦 那叫什麼 逐行有沒有看到 然後他有個快速鍵哦 我比較推薦你把那個F8記下來 為什麼你按F8 你只要按一下 他就跑一行 按一下跑一行 這樣感覺還蠻有趣的 試一下有沒有看到 F8哦 有沒有 他會變黃色 表示說他先執行這個聚期 你按第二下 他會跳到這裡 但是跳到這裡 他其實還沒執行 他只是說他正要執行 好 那你再按一下F8 有沒有發現 他的游標 現在是跳到這邊來 然後再執行這個 有沒有發現 他執行這一行之後 他是CtrlShip向下 執行這一行 什麼清除嘛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知道說 每一個動作到底做什麼 其實你是可以按什麼 按F8的 這個還蠻推薦的 因為你可以租行租行 租行就了解 城市到底幫你做了什麼 這個一樣 最後 就執行結束 就是按F8結束了 這邊也一樣 你可以怎麼樣 F8 游標先放在112 有沒有 12放進去 把公式放進去 然後再把那個 應該什麼 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向下填滿好了 為什麼還多這一行 這一行 什麼意思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你會想說 為什麼最後一行 需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有必要嗎 好像沒必要對不對 對 其實根本沒必要 那也就是說 他如果聚集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不必不需要的程式 那怎麼辦 你把它刪掉可不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刪掉 能不能walk 你如果假設 你說我試試看 你可以試完之後 跑跑看 如果執行它 這個清楚 這個這一行不見 會不會影響 不會 而且反而跑得更順 好像跟一行真的是多餘的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以逐行去理解 每一行到底做什麼事情 OK 所以剛剛主要的重點 就是第一個 了解一下Vio Basic這個環境 裡面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不小心關掉 當然你可以故意關掉也沒關係 你把它故意關 應該恢復的回來吧 你要恢復回來就麻煩了 專案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底下這個叫做屬性 把它向下拉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請你可以再學一下執行的方法 除了直接執行之外 可以偵措這邊有F8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差不多 終了 記者 中文放置 讓大廊 每個段 有